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在开始怀孕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胎光 在中国古代叫住生娘娘 就是在我们相当于北极的位置上 有一个天界 这个天界是属于占居天界 所有的胎光 它在这一世生命结束的时候 都回归那个地方 回归那个地方再等着下一世 因为胎光跟爽灵 一个天魂一个地魂 永远是一对的 它是一个对子 它不能够拆的 这个天魂配这个地魂 生生世世都是这样 人魂不同 人魂因为你每世的父母不同 而人魂每世不同 但是天魂跟地魂永远是一对 那么大概它属于我们佛教的 第八阿难耶使 以及我们的这个灵 灵性这个层次的 灵光这个层次的东西 那这个将来细着再给大家分享 所以是那么 这个天界的这个胎光 当这个 它要这个 地魂爽灵 要转世之前 天光要去寻找 它跟地魂共同的父母 因为它是一对嘛 所以是这个时候 往往是住生娘娘 在天界有一个负责人 大家不要误会啊 这个我们这个新加坡 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的警察部队 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队 很有力 很给力 所以是这个 这个社会持续是很安宁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就是 黑帮活动很猖獗 反正就证明 它的警察不给力 所以是那么 我们在法界 无论是这个幽精世界 还是这个 八难横死的这个 恶鬼世界 还是六道其他的这个 众生世界 实际上都有严格的管理层 如同我们这个人间的 这个警察 跟这个部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 华人还有一个信仰性诚皇 那这个诚皇信仰 诚皇就相当于 在另一个世界的警察局 他负责是把一些 坏人给抓起来 关进去 那么还有 这个有一些 扰乱社会直序的 扰乱那个世界直序的人 把他关紧闭 拘留 进行法律教育 法律制裁 那这个是归诚皇管 那么所以说 在另外的世界 胎光这个油管的 那么在中国叫 助生 助生娘娘 也就是说 你下一世 你的生生父母是谁 由他去寻找 根据什么寻找 根据你的 过去世的 生生世世的 因跟远 就万法因缘生 所以说 那么他找到你 生生父母以后 他就放你这个 这个胎光下去 下去那么 那么你一旦下去 入了自己母亲的 这个子宫 那么这个时候 女性子宫中 就有一堂光 为什么叫 入胎之光啊 叫胎光 所以有了这台光 那么 女性的这个卵子 跟男性的精子 就看得见了 它就结合了 那这个时候 就生成了 受精卵 那这个时候 已经有胎光 记住啊 他一旦 结合成受精卵以后 已经有胎光 再照顾他 胎光是我们 三魂之一 它有神识的 所以是 那你什么时间 堕胎都是有罪的 谁报复你 这个胎光要报复你 那我 我本来是要借个 这个身体 再次获得 新的生命体 重新有机会 修炼 获得圆满的人生 圆满的解脱 结果你把我的 这个机会给 夺走了 本来是一种恩 那么 你这一生 可以做我的母亲 结果你狠狠心 把她 把我给杀了 那变成丑 变成丑 所以这种英灵呢 它一旦的 这个 被你堕胎之后 它这个 上面的这个 人魂这个部分 人魂这个部分 因为 它一旦的结合之后 慢慢长大以后 就开始有一个 人魂存在里面 那么它就 被你堕胎下来的 这个肉 这个部分 那么它就 附在那个地方 随着这个 年月日的 它在成长 在另一个空间 吸收着一些 能量成长 到一个时期 它的力量大了 它就开了 作用 有时候 有时候 为什么你的孩子 莫名其妙 在家会睡倒 莫名其妙 有一个跟头 很多就是 你这一世 堕的 阴灵 嫉妒 嫉妒后来 这个孩子 就是做坏的 等于说 它是他的姐姐 或者哥哥 你们看不见 他真的存在 你的家中 跟着你 然后 他跟着你的目的 就是报仇 弄着你 什么都不顺 但是这种英灵 被你堕胎之后 也叫 八难横死 八难横死的 生命体 它在空间界 不能够 转世投胎 非得要 有人超度 它们才可以 那这个超度 有两种 一种是 送阳超度 它可以往生西方 去一些诸佛净土 或者往生天界 一种是 退阳超度 就是它 因为它 这个生命体上 有阳性能量 它不能入地府去 入地府以后 它就会 把地府爆炸了 因为地府是 纯阴体 所以它非得 把身上的阳 全部消耗掉以后 才能转世投胎 消阳 增阴 送入法 送去转世投胎 所以是 通常我们经常听说 超度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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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搞糊涂了 实际超度法会 不能度 人魂 不能度幽静 不是说把这个 灵骨上的这个 这一个魂 给度走了 这个不可能 因为这一魂 它特别练这个尸骨 它非得等你的 在一世的 天魂跟地魂 结合之后 再回来的 那个新生命体 可以用那个生命体 做气 把这个灵光给吸走 当你懂了 这个技术方法以后 可以收拾 全生全世的 这个灵光 那么这个 是这样的一个事项 所以是 那么 阴灵 也是要得到超度的 也不能够随便的 这样去打胎 这个中国现在 社会很乱 有一些这个 家庭 很多问题 跟这个 大量的堕胎 有关系 上次很多婴孩生命 这个处于 这个母亲子宫中的 这个生命体 他们认为 没有生命 怎么生出来 就有生命了 活在里面 居然没有生命了 这都是自己在 欺骗人的 欺骗人的 所以导致了 很多这个家庭 离婚率很高 然后 事情不算 女性到晚年的 各种各样的病 妇科病的产生 那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是 要英灵 要超度 那么可以借清明 那么清明 不是光对自己 死去的长辈 对死去的家人 那么甚至比自己 年纪小的 都要进行一些祭典 那么如果 机缘巧合的话 找一些高人 能够连同阴阳界 有法力 有功夫的人 去办一些超度 把他们按照 送阳的 往生天界 或者是 这个去西方极的 根据他 前生前世的一些因果 那么 还有这个 送阴间的 送阴的方法 让他去 获得转世的机会 否则他在这个阴阳界中 永远不得超生 八难横死的众生呢 就是被车撞死的 上吊死的 跳楼死的 跳水死的 反正是自己 在突然终止 自己的生命 包括空难 包括战争 这些都是属于 八难横死的众生 这些众生很可怜 因为他们身上的灵上面 带着大量的 爽灵上带着大量的阳性能量 都不能够去 连恶鬼道就去不了 地狱道都去不了 只能在这个阴阳界中 消逆自己身上的这个阳性能量 什么时间消逆光了 散光了 他才可以转到地府中 去转世投胎 所以是超度 主要是这个部分的超度 但是这个部分的超度 你非要有功夫的人 能够请到诸佛菩萨 能够打开地狱门 能够跟陈皇沟通 跟阎王爷沟通的 这样的人 才能够完成这个超度 否则就是拿人钱财 没有帮人办上这种事 现在很多 自己没有法力 没有功夫 哼哼哼几句经 晃晃晃搞几下仪式 就蒙人坑人的很多 结果是拿人钱财 不能替人消灾 灾你自己背 你拿了钱财 把这个灾难买 买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很多人 很多病 很多家庭问题 很多不顺的事情 都是自己搞出来 好 非常感谢张卜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清明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笑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 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名师 张卜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 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我们这个清明节法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播导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的 智慧生命大讲堂之笑道 那接下来我们会推出 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播导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